樓梯 屋里的 看看看看 怎么样 这什么呀 摇床啊 给星星准备 你也太兴急了吧 这就叫兴急呀 真正兴急的你都没见过 那总不会孩子都没生出来 就给定亲了吧 那还清醒啊 那不就叫只赴为婚吗 那西班里头 那老词怎么说来着 一月说梅 二月娶 三月生了个小儿郎 四月会爬 五月走 六月会叫爹和娘 七月进京去港口 八月中了个状元王 九月领兵去打仗 十月得胜回庙堂 你记不记得 行 看来你不是急了 还慢了是不是 太慢了 德叔 有文青姐在 咱们星星吃得可饱了 文青姐还说 要白天替咱们带星星呢 你不认识 你是团里的英雄 大家都可照顾我们了 你就放心吧 呢 苦那么ment 很米国 快历 看看 也我哪儿 你什么都不认识 哪儿 我尬 show 让伤心 那些活总得有人干吧 我虽然没太有本事 但多少干点事点 救人啊 有人掉进水里了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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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掉进水里了 救人啊 救人啊 别 有人掉进水里了 拿着 张连长 你小心点 张连长 了解 无事 好 搭转 平 یں 秘密 近 跳 走 好 这是 快 这些女兵哪就多招了 是 团长不好了 团长不好了 怎么了 早花阿姨和张允发叔叔 掉进河里了 滚 好 张连长 早花嫂子 行行 连长 怎么样了 连方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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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花 早花 连长 早花 快 把他们送回谁对 是 是 快 这 连长 张连长 连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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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醒醒 小妈妈 你说妈妈我没事了 你快醒过来呀 团长 远方 你没事吧 咱们俩了 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过还得昏迷卷呢 你先别进去了 文青带着孩子在里边呢 只有我 你回去把这十一封画画画 都是因为我 赵华才会受这个罪的 我相信赵华福达民达 应该能够顶过去 我相信赵华福达民达 团长 政委 他很有可能 就这么睡下去了 也许是一两个月 也许是一两年 甚至十年八年 还有可能 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有可能 永远地醒不过来 是的 这种病不能说话 也不能活动 就像一棵树 或一苗庄稼 永远地沉没着 张连长 吃点饭吧 谢谢老郭 我不饿 你看你要是不吃饭的话 把身体弄坏了 你怎么找我走会儿 我吃点 吃 有时候我刚牺牲 枣花又成这样了 你留下一个信心 该怎么办 信心我会和温亲 带个照顾他 可是枣花该怎么办呢 医生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 可以救他吗 办法也不是没有 有些病人 在亲人的照顾和呼唤下 也有醒过来的 按照医学记载 病人被唤醒 最短的要九十一天 最长的要十一年 唤醒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你是说 这一直喊他的名字 就怎么喊下去了 也不一定 据说 音乐对患者的唤醒有帮助 比如说 琴声啊 歌声啊 不过 只要看病人 具体神奇 就这么说吧 外界传来的声音 对病人的复苏很重要 有时候呢 也起到决定性作用 只要外界的声音 持续不断 就有复苏的可能性 陪姐咋个唱歌啊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说陪姐咋个唱歌 唱歌 我回来 她说 这些又要去 你看我 这个是 童话 他说 你便会了 什么 大家 你那些人 你不肯定 有些人 你不肯定 才不肯定 也许他这辈子都醒不过来 就没别的办法吗 医生说 也可能有了意外 这不 远发一定要给予枣花唱歌 说一直唱到枣花醒来为止 唱歌能治病 我可听说过 这植物人 很难会被唤醒的 远发说已经叫好了 就让他试试吧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咱们就从各方面支持他们 这枣花要是一天醒不过来 星星一天就是咱们的孩子 一年醒不过来 那就一年是咱们的孩子 就算一辈子醒不过来 他一辈子都是咱们的孩子 那是自然了 还有 这孩子呢 眼看着一点点长大了 这星星呢又是个女娃 咱们今后多对她好一点 我知道 亮亮比星星大 星星更需要照顾 你放心 我有分寸 我有分寸 陈芳啊 喂 校长 嗯 准备给早花送饭去啊 啊 这鸡蛋呢 倒给你给它带回去 呗 我来吧 你瞧着你小子 这脸上都是灰色 昨天没有好好睡觉吧 袁芳 你现在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团长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来 坐 我想跟你聊聊 好 好 好 远方 你不顾自恶跳而救人啊 早花也一样 你们俩都是好样的 我知道 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原因 早花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内心愧疚 你老想为他付出做点什么 可是你再想想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死了 那这份钱我该咋还呢 团长 我好好的要你还傻呀 啥好好的 这胳膊都没了还好好的呢 说实话我也想还这个钱 你给我机会了吗 你远发刚强 你根本没让我操过任何心 我立风根本没有机会 还上这份钱 我想告诉你 你在我立风心里 就是兄弟 身死兄弟 所以说 你想照顾早花 你用你的方法唤醒她 我觉得特别好 可是你得 把自己的精神状况调整好啊 你是早花醒过来的唯一希望 如果你垮了 你告诉我 这个希望不就断了吗 我听你的 早花妹子 对不住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打扰你了 我想给你唱歌了 你看我这人吧 也没什么别的能耐 做点家务活 也做不过别人 就只能跟你唱歌了 你要是喜欢听呢 你就听着 你要是不喜欢听啊 你就起来告诉我 你还是快点醒过来吧 你们家的星星 在家里等着你呢 那我们就走 从南尼湾开始吧 那我们就走 从南尼湾开始吧 尝呀一场 来到了南尼湾 南尼湾好地方 好的呀房 好的呀房 把一群起哄 开黑黑的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彼彼 跟大家我都说下啊 打起来上来 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好 拿到会访吧 家伙 正吻来了 大力啊 准备怎么办 准备啥呀实事求是呗 你看看外面金黄的衣片 那叫什么呀 那就是最好的会访好 大力啊 左旗首长来到咱们兵团 这第一站就是咱们英雄团啊 那是说明我们做得好嘛 咱这伙子快点啊 你想想 当年咱们到这个地方啥样子 那黄沙一片 那是不毛之地 现在啥 一片片金黄 是啊 所以说我说首长来的话 我一定要给五全团战争清宫 这一年变化真是太大了 你看这一片片的专门 全新的 买个东西啊 再也不用去那几十里外的 能下去了 说句心里话啊 这些成绩 你笑的是功不可没 那是我一眼功劳 那是全团战士的功劳 那是全团战士 一下一下地砍土曼呢 轮出来的 报告 图长 政委 首长到了 走 赶快 同志们 新疆这个地方啊 是个多民族的地方 气候条件 地理条件都相当复杂 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 是很高的 而且这个地方物产丰富 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宝藏 所以我们在搞好生产建设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 搞好民族团结 因为这才是我们在新疆 立足的根本 是 请首长放心 在搞好民族团结方面 我们发扬了老红军的传统 帮助当地老乡开荒种地 搞好经济建设 王首长 我们团的沈程福啊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说说看 解放后天这一仗的时候呢 他当时救了个小孩 他腰受了伤 现在不能生育 他跟那小孩啊 关系够好了 那孩子成天缠着他呀 叫他爸爸 爸爸 最后两家人呢 变成一家人了 好啊 同志们 兵团稳定下来以后 我们搞经济建设 也有一段日子了 现在军区的首长们 都在分别抓 生产建设的典型 以我本人看 这个盛程福同志 完全可以成为 生产典型的候选人嘛 首长 其实啊 我们团的很多同志啊 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不是在说大话 但是你想一想 既然是选典型嘛 那这个典型 拿出来 就必须 能够代表 全团官兵的整个 旌旗阵 只有这样才行 那咱们 照片给我 我今天啊 特地给你们带来了 一张照片 你们俩自己看看 你们俩笑什么 首长 这张照片是从哪儿来的 有兴趣啊 这张照片 是咱们军报记者拍的 而且 已经在咱们兵团日报上发表了 他说实话 这个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一直忙着在找啊 你们看这张照片 这个人 虽然只有一只胳膊 可是你看他挥舞 这堪肚犯的尽头 这只胳膊 是夺翁的熊爪 夺翁的有力 你再看看他身后 那是开垢好一模模的两天 我们大家不凡想一想 能够开垢出这么多两天 这得需要多大的人耐力 得需要多大的魄力啊 像这样的人 才应该成为真正的点心 首长 这个人啊 我们认识 你们认识 流浪的人儿 踏过了天山 来到了隔壁 告诉你 船长 船长 船长让你过去一趟了 船长叫我干嘛去 我不知道啊 那是左肩手掌谁在呢 左肩 手掌在叫我干嘛去 那我更不知道了 咱赶紧去看看呗 好 放气口 放气口 帽子怎么样 正不正 挺好 挺正 行 给我 这搞生产建设 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比打仗一点都不简单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耐性 因为一个团长一个政委 你们二位肩上那个担子 那可不是熟悉桿子做成的 所以我要求你们二位 不但要把这担子挑好挑稳 还得给我挑结实喽 是 对已经牺牲了的战士的家属 还有他们子女 在政策方面 有游艺似的 有所倾斜 对他们遇到的困难 只要是能够解决的 坚决地解决 再也不能让他们寒心 再也不能让他们委屈 是 是 请首长放心 报告 下首长报告 小伙子 是你呀 这小伙子 长得多精神啊 小赵 是 照片 小伙子 你好好的看一看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 报告首长 是我 什么时候拍的 那个记者拍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能知道吗 那 那就 叫抓拍 可是 首长 全团这么多人 都会抡看图办 干嘛单单拍我呀 这 你头不好 那不一样 全团每个人 都会抡看图办 可是像一个胳膊 能把看图办 抡成这么圆的 就你一个 这少胳膊 也没什么可显摆的 少胳膊 那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吧 是 首长说的是 原来我确实想得比较复杂 可是现在我觉着 两个胳膊能干的活 我一个胳膊 都能干 这就对了 你们二位挺好了 好好准备一下 我让市里 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 我们要好好地摆扬摆扬 这个全团的榜样 是 行吗 回去准备一下 准备会上发言 还说话呀 首长我 我不太会说话 不会说你不会唱吗 唱出来 当然那么多人多不好意思 身为一个军人 你只要往那一站 冒足了劲 大声地吼出来 把咱们军人的气质 彻底给吼出来 这就行了 是 你们说这掌缘法 甜甜地去给糟花唱歌 这也没有什么用啊 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我去给糟花说一段 神通快熟怎么样 你可算了吧 人家听缘法的歌 兴许还能醒 听你啥呀 打了个打 打了个打 醒了也得晕过去 那那别的我也 什么都不会了呀 就踏踏实实做你的饭吧 那我不是着急吗 你说这糟花 什么时候能醒啊 嘎子 咱们用拖拉机 载着枣花嫂子 出去转转你说咋样 那有啥用啊 这外头空气好呀 没准就把枣花嫂子 给唤醒了 拉倒吧 我看够像 再说那嫂子是病人 在医院住着呢 那你去找找团长嘛 行了 都别出此主意了 要我说呀 有时间啊 多去帮帮远发 比什么都强 还要 赵华 我跟你请个假啊 事里头要开表彰大会 还说让我发言 说说在 我这心里头还这儿紧张 我很快就回来 你好好睡吧 塔长 造化怎么样 之前给他唱歌 说话 他的手还会动一动 可是现在什么反应也没有 你继续努力吧 是 现在这已经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不知道 好了 走吧 是 那我走了 没准等我回来 你就已经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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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 我们解放新疆后 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 扎根在新疆搞生产建设 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们当中涌现了 不少优秀的工作者 他们从不回重地 到成为生产能手 付出了不少的新土与汗水 别怕 这马上你要上台说话了 千万别请兆 我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 张牌 要不然你给我处处处围 张远芳 你给我看清楚啊 今天师部的首长代表 可都到期了 这时候你小子要是掉帘子 大退趟路 会计我绕不了你 可是我现在 远芳 我认为你歌唱得好 是我一定能说好 东西也给你准备了 实在不信的话 你就把你绝活量出来 让他们看看 对 同志们 我们正常人 两只手 一天 啃荒两母帝 有位同志 他一只手 创造了奇迹 一天啃荒 两母半帝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独臂英雄 啃荒模范 张远芳同志 下面有请 张远芳同志 上台讲话 大家都看到了 我只有一个胳膊 这一个胳膊 肯定没有俩胳膊好使 这个俩胳膊 一定会比一个胳膊利索 我说什么呀 我 那我先给大家抡一下吧 再来 快点 来 你 来 给你 你 要 好 吃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这没什么 大家累了两天也都会了 我其实原来和大家一样 也有两只只胳膊 这只胳膊都会了 但那时候 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直到有一天 我这只胳膊没了 才觉得还是有些不习惯 所以有的时候 失去了些什么 才知道真心 但是有句老话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当我没有了这只胳膊的时候 我这只手的能力 无限放大了 所以 有的时候虽然失去了些什么 但是收获会更多 就像是我们肯荒种地 我们收获得不仅仅是庄稼 还收获了幸福 收获了国家的信任 和人民的笑脸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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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瓜是我们团里自己种的 特别的甜 欢迎大家到我们团来品尝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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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连长 张连长 祝贺你 臣劳动模范 谢谢 你还好吧 是吗 马马虎虎吧 什么马马虎虎 我听团长说 你现在是台柱子 这台柱子 也是连长你交出来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都是因为你自己条件好 张连长 张连长 能问你个事吗 你问 你刚在台上说 你收获了很多 我要怎么理解 我说过这个话吗 说了 你在台下听着呢 好吧 你是出对象了吗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那是他不答应啊 他还没表态 他还是嫌弃你一条胳膊 不是 那 那是为什么呀 张连长 你现在怎么变得 跟挤牙膏似的 你不愿意跟我说 他是植物人 说不了话 植物人 不可以啊 不是不可以 就 绝对有点不可思议 他说不了话 我可以跟他说吗 我可以跟他讲讲 他一定每天发生的新鲜事 还能给他唱歌 还能给他唱歌 每天都唱 那 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他要是醒不过来 我就一直唱 唱到他醒过来为止 那他醒来之后 要是不愿意呢 是吗 不愿意就不愿意嘛 连不愿意我都能接受 毕竟刚开始照顾他的时候 我也没想过这么多 我能问一下 他是谁吗 早花 早花 怎么那么熟啊 你应该认识 刘德寿的媳妇 他们后来没有成啊 他们结婚了 还有了个孩子叫星星 可是德寿 在有了星星之后不久 就牺牲了 和王强一样 牺牲在了塔哈拉曼根大沙漠 那你跟他在一块儿 是因为感恩 刚开始 或许是吧 人家一个弱女子 把我从水里救了上来 那次还成了植物人 我能不感激她吗 那我祝福你吗 谢谢 你说这个张脸发法 他说自己不能说不能说 我看他比谁说的都好听 他呀就是脸皮毛 你这不好意思 你不爱出风头 你说这事要放在焙锅上 那就不应了 那不知道这小子能出啥洋相呢 老李啊 这回这个远发呀 给咱们英雄团正足的面子 是一个好的点心 大伙都看着呢 你刚才看见没有 在路上啊 三团长和五团长啊 还议论这事呢 那两小子就是眼红 你知道吗 咱们啊 得像那个左棋首长说的那样 千万不能骄傲 虽然这次是点心 那下次还得是我们的 这位左棋首长啊 亲自来视察给战士们 极大的鼓舞 大家都憋了一鼓劲 打干一场 是啊 我看大家伙都挺兴奋的 可这远发这心理啊 我老觉得它是沉甸甸的 让我看得特别不得劲 是啊 这个远发心理有负担哪 能没负担吧 你想想 成天的照顾的枣花 对的枣花唱着歌 可枣花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是谁不急啊 诚伟啊 你说咱们也不能让远发 这么一辈子这么待下去吧 是啊 可是这个张远发呀 现在是一门心思照顾枣花啊 别的心思他没有啊 好 对不起张连长 我来晚了 没事 家里有事啊 是啊 这两天家里事挺多的 再加上老郭身体又不太好 所以就耽搁了 没关系的 我在这儿就行了 对了 今天枣花嫂子擦身子了吗 没呢 可能是 他们一时半会儿没忙过来吧 那没事 我来 放这儿了 真不好意思啊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人手又不够 你们就是任务再忙 也不能忘了给枣花嫂子擦身子呀 这要生了入窗可杂者 再说了 枣花嫂子和别人还不一样 这疼了热了呀 也不知道自己开口说话 咱们大家伙都是枣花嫂子的好姐妹 心性又那么小 我们可得好生照顾她 我来帮你吧 今天我从师父回来之后呢 我以顺道呢 去枣花那儿看了一下 你事那么多 就别操心了 枣花有我们姐妹们呢 我能不操心吗 你说 远发成天怎么唱歌 能把枣花创新吗 哎 说不准呢 不过远发对枣花好 大家都看在心里 他天天给她唱歌 相信枣花肯定能听得到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吗 今天远发可搂脸啊 哪儿把我做得好的 我知道 全师部都知道了 现在远发呀 是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 优秀模范 下午啊 朱小江去找了一趟远发 你有想撮合他们俩 这远发的事啊 真是让我急死了 你说他不能老一个人 怎么待着吧 咱们全团上下 这人人都结婚生死了 就剩他们 这将来怎么办哪 这种事还是得看缘分 都这么长时间了 就这么睡着 也不知道啥时候 能够醒过来 谁知道呢 只能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老天爷呀 你倒是睁开眼看看 看看枣花嫂子 受得这份罪呀 婴子 云芳来了 我今天正好没事 抽空过来看看枣花 顺便给她 带几件换洗的衣服 她今天咋样 还是老样子 听说咱们就这么说话 枣花能听见吗 应该能吧 张连长不是经常 给枣花嫂子唱歌 就是希望能用歌声 把她给唤醒了 对了 我听说张连长 要把枣花嫂子 接回家里去照顾 这不胡闹吗 她一个大男人 怎么懂得照顾女人呢 这张连长啊 是心里挂着 对枣花嫂子的愧疚 我看她平时挺细心的 一定能把枣花嫂子 照顾得很好 婴子 你没懂我的意思